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剛剛就介紹過了 我就不浪費時間再繼續介紹了 這邊呢 我們今天雖然 以其他的場子來說 今天是最後一個部分 以其他的場子來說 應該娛樂性比較沒那麼夠 那你今天進來會場的時候 看到前面有一些 應該是絕對不會在我們這邊出現的東西 這個是後面 我們最後面要做一個示範而已 我這邊會盡力 不會把這個東西變成是娛樂性太高的東西 我們這個主題 這邊本來就是一個 在Java的技術領域來說 會是一個比較偏向於娛樂與食物兼具的一個主題 那這邊當然 各自大家發揮的空間其實非常大 所以我們今天呢 大概呢 第一個主題 我們會去提到說 有關這個什麼 Internet of Things 什麼IoT 物聯網 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歡講物聯網 因為其實 我自己也不太懂物聯網是什麼 有時候聊起來 人家的物聯網跟我的物聯網也不太一樣 就有一點像以前的雲端 大家都在講雲端 可是雲端的定義其實好像有點怪怪 就大家都不太一樣 那第二個呢 我們會介紹一個 在目前呢 算新也不算新的技術 叫做Java Embedded Bar 這個是一個在Java嵌入式的一個技術 進入以後 對我們Java技術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那最後當然在這個Respreify的部分 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Java嵌入式的技術 在Respreify上面做一個發揮 好 那所謂的這個以我的了解 以我的了解 就以目前我們在討論一些什麼 互聯網啊 或是說IoT啦 或是說什麼 各式各樣的名詞的時候 我會比較偏向於是這樣講 在早期的時候 我們的電子業其實發展得非常的快速嘛 各式各樣 讓我們人類呢 可以更懶的東西 更懶惰的東西呢 其實越來越多 好 那可是早期呢 會是偏向於是在Man to Machine OK 也是一種這個M2M OK 可是呢 大部分的裝置呢 是要靠我們人去操作的 OK 它才會動 OK 最明顯的就是我們的電視機 拉冷視機 OK 好 所以呢 像這樣的一個這個部分呢 OK 這個再到目前為止 其實呢 這個情況大致上還是這樣的情況 好 那如果說我們來講一個另外一個M2M OK 這個應該就是大家現在在講的所謂的M2M 機器對機器 OK 我們可以大概了解說 這個所謂的M2M現在大家在聊的 應該是我們人類呢 還是一個最終極的目標 可以讓我們人類更懶惰 OK 可以操作的更少 可是呢 經由機器對機器 OK 他可以自己去比較智慧的去做一些事情 OK 那只不過這個智慧當然我會提說 還是由我們人類給他的啦 OK 還是要幫他寫好東西嘛 對 所以呢 你可以發現說我們在這個圖上面呢 基本上齁 我們就透過手機 透過電腦 透過網路 大致上呢 其他的東西他們會各自齁 其他的裝置會各自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OK 這個是我們在這邊比較目前在了解的 一種叫什麼M2M的 這種Machine to Machine的概念 好 那這個所謂的IoT呢 就大概就基本的了解了以後 好 就是會有像除了我們的電腦 像我們手邊的行動裝置以外 當然會需要非常非常多小型的裝置 那他呢 定義上應該也是一台電腦 OK 只不過呢 他在負責的工作是非常的客製化 好 比方說像我們在冷氣機裡面的微電腦 OK 這個目前也沒有人在廣告說冷氣機說 我是微電腦冷氣的啦 因為全部都是 在早期還有人這麼說 好 那所謂的微電腦冷氣控制啦等等 那當然有一點點智慧型的這種裝置的概念在裡面 他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溫度的監測啦 控制啦 那現在甚至還可以偵測人這個在哪裡啦 他就風就跟著你吹到哪裡 讓你永遠都是背後有陰風陣陣的感覺 讓你就比較冷 涼快一點 好 像這樣的概念 OK 那在裡面 我們當然絕對不會誤會說 一台冷氣機裡面有一個電腦在裡面運作啦 OK 好 就像我們一般對電腦的概念 一台個人電腦塞在裡面 那冷氣機當然就很大了 可是裡面的確沒有錯 是一個非常客製化的 非常微小的 非常功能呢 是有限的一種裝置在裡面運作 那從這邊延伸出去以後呢 我們要讓所謂的M2M啊 OK 像這種所謂的IoT的一個環境架構形成的話呢 OK 像我們會希望裝置本身會更加的聰明 能夠做的事情會更多 而且呢 單一的裝置聰明起來還不夠 OK 我們還要讓裝置跟裝置之間呢 他們呢 有需要的時候還可以稍微聊一下 OK 互相溝通一下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就可以大概把這個概念呢 好 先稍微認識一下 好 那在嵌入式這一塊 Embedded Embedded這個字呢 其實 這個用得非常廣 到處都可見 那以嵌入式的系統來說 在Java規劃這個嵌入式技術它導入的時候 它把它分為主要的兩大類 一類呢 叫Headless 這個是Java這邊的專用名詞啦 那就比方說像另外的平台來講 鎖起來又不太一樣 OK 那Headless指的就是說 我們這樣的一個嵌入式的系統 其實它是不需要一些畫面啊 甚至是一些操作的一些裝置 比方說像鍵盤啊 觸控板啊等等 OK 那我們甚至感覺不到它在運作 比方說像我們畫面上看到的 一個 如果我們有開車的朋友 應該這種自動停車系統 應該很常見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一個停車系統呢 事實上應該是可以想像得到 有一些裝置跟應用程式在裡面運作的 OK 好 那這些裝置在運作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是不用去操作的 靠了很多的感應器啦 還有網路的傳輸等等 OK 它就可以讓我們呢 把車停好 那現在更有所謂的什麼 智慧停車場啊 地上再鋪一些LED啊 你進場以後就不會在那邊 繞了三圈以後 發覺呢 你本來發現的位置又被停走了 像類似這樣的概念 OK 就整個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設備 跟裝置之間的互動 OK 讓我們呢 把這樣的一個系統建立起來 好 那另外一個像機器手臂啦等等 這樣的延伸的概念出去 它把它稱為叫headless OK 就是不需要一些螢幕啦 畫面啦等等 OK 那事實上它也是有一個處理器啦 OK 有一些感應器啦 等等 應用程式在運作 好 那另外我們就比較常會有感覺的 像這種所謂的什麼headless headless 好 那headless 的embedded system呢 就從我們的資訊服務啦 OK 包括從洗照片啊 抽獎啊 好 各式各樣兌換啦等等 好 一直到我們什麼智慧型的 現在比較厲害的這種所謂的收銀機啦 等等 OK 它是會需要一些螢幕 那螢幕呢 本身呢 可能是用觸控的方式來去做一個操作 OK喔 那早期呢 還有一些像軌跡球的東西 OK喔 不過現在大概也沒了 因為現在硬體都越來越便宜了 OK 好 那像這樣的一個線路式的系統 它同樣也有一個概念 它也會需要一些偵測器 感應器 比方說像搭配NFC啦等等其他的 好 或者是呢 有時候你會看到一些資訊服務系統的機器 在你人靠近的時候 它畫面就自動幫你打開了 你都想說 這個來回再走來走去再測個幾次 還真的會感應得到人 OK喔 那基本它排好 就像這樣一個感應器 好 可能像這種它把它稱為叫做所謂的headless 是有操作的裝置跟螢幕畫面的 那基本上這樣子分類出來之後呢 OK喔 我們可以慢慢的導入 這種所謂的Java Embedded System OK 那我們可能呢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 有在Java技術上面開發很久 可是呢 在嵌入是這一塊 以我自己個人的經驗來說 就是說我們會用Java做什麼事情呢 基本上都不會感覺到太奇怪 OK 那唯一奇怪的就是在嵌入是這一塊 還有呢 視窗的應用程式 OK喔 那這兩塊呢 如果真的有人拿Java技術來做了 OK喔 這就是我剛剛提的 你可能就真的會覺得奇怪 OK 所以呢 這邊我們在Java從7開始 其實真正開始在從7之前 在從7開始正式的就已經有嵌入式的部分 已經帶進來了 OK 那其實呢也有非常多的應用呢 利用Java 7提供的嵌入式架構在做一些 OK喔 實際的應用 實物的應用 好 那其中幾個大概最有名的 不算是實物啦 我還是把它變向這個導到娛樂這邊來 就這樣 樂高的這個Milestone EV3 OK喔 那它其實就是用Java的SE SE7的嵌入式的系統 來把它架構起來的 好 那到了Java 8呢 那其實整個整個這個架構上呢 已經可以是實用的狀態了 OK 那Java 8呢 帶入了非常多不一樣的整個特性 因為嵌入式的系統設計呢 本身就跟我們一般的應用程式 差異是非常大的 OK喔 那我們大致上 也可以從一個去做分辨 我們在個人電腦的 一般的桌面用程式 或者是伺服器的應用程式 基本上在記憶體上面 記憶體上面喔 你其實我們都陸陸續續養成了 不太好的習慣 對不對喔 明明很小的數字都在用INT嘛 OK喔 那這種INT的概念呢 反正它是預設型態嘛 對不對 我們也不在意 那嵌入式系統 哎呀 這種斤斤計較的狀態下 甚至要控制八個LED燈 應該是一個byte的數字來控制就好 動用到bit未遠的概念 像這樣的概念呢 在我們一般的程式設計 其實是不會出現的 那像譬如說我們在時間上的取得 時間上的取得 我們到mini second其實就已經 幾乎沒有了啦 一般的應用程式啦 一般的應用程式 好 我們以打卡簽到的系統來講 你記微秒幹嘛 不用啦 記到分大概也了不起了啦 好 所以呢 超過一微秒 應該也不算遲到了 OK喔 當然這樣這樣 我們不會去碰到 可是在嵌入式系統 在微秒上 甚至都還不太夠 甚至都還不太夠 因為在裝置反應上啊等等 你不會希望呢 OK 這個 你在停車的時候 柵欄放下來的時候 剛好找到你的車啦 OK喔 像這樣類似的概念 應該可以稍微認識起來 好 所以呢 Java在嵌入式的部分呢 整個針對一些它的特性 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包括Java的標準的 SE的在8的時候呢 Java SE 8的部分 還有SE的Embedded 跟ME的Embedded OK 好 那這幾個平台呢 大致上我們可以這樣看 OK齁 好 就是整個在你的記憶體的用量啊 或者是包括你在應用上呢 我們可以基本上以這個 Java ME的Embedded 跟Java SE的Embedded 這兩個版本 那我們慢慢往上攀升的時候 它的應用當然就是 不管在記憶體啦 操作啦 裝置啦 等等資源上 都是比較消耗的 比較多的 OK 那最低的部分呢 OK 可能只是一個單純的感應器 那感應到一個人體靠近 或者有這個東西靠近的時候 它把資訊傳回到伺服器 OK齁 根據這樣的應用呢 整個在Java嵌入式的這個架構裡面呢 它都整個把它架構起來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慢慢把Java的部分 OK 認識起來 好 比方說像我們在Java SE 8這邊 Java SE 8 整個呢 它把它分為 OK 我們這個SE跟ME的潛入式的架構 OK 那Java SE的Embedded bar OK 主要呢 是用來設計一些我們 包括像我們剛剛前面介紹的 一種IoT的這種應用程式啦 還有呢 當然也支援我們Java 8 最新的程式語言 像Lambda啦等等 OK 那它可以支援Headless 跟Headful OK 那Headful的部分 基本指的是有螢幕的操作 包括觸控螢幕等等 我們可以利用Java 8 這邊最新版本的Java FX 來提供非常棒的操作的畫面 OK 那Java FX 其實是一個已經在Java 6 Java 7到目前為止 一個非常成熟的視窗的運作環境 是用來取代比較傳統的Suite 或者像之前更早的這些API的畫面 OK 那它在這個ARM的 ARM為基礎的這種裝置 這種設備上呢 其實都有特別的經過調教 所以效率是特別好的 那我會特別提一下呢 因為除了ARM也沒有別的人 目前 所以就是OKARM 那其實ARM的架構 其實在目前應該算是全球 這種小型裝置最多的 比例最高的 OK 所以在Java這個部分 能夠支援到ARM 並且做了效率調教以後 已經非常不容易了 對我們來說 15的開發人員 好 那很重要的是最後兩個 最後兩個 好 那今天也是要感謝 剛好太陽被三擋住了 剛剛哇 一片花板 好 所以這個OK 好 那最後兩個呢 是一個Compact Profiles 跟Minimal的JVM OK 那Minimal的JVM 我們可以先了解 我們一般開發人員 可能就是面對的是 Server跟K9 兩種JVM 那當然我們在剛剛 剛剛稍微介紹過以後 不管是哪一種JVM 哪一種JVM 應該都不適合 我們的嵌入式系統 所以呢 它會 特別為它設計 一個Minimal的JVM OK 好 那所謂的 Compact Profiles呢 好 我們就直接 把這邊看起來 好 那主要就是 在我們Java的執行環境 對我們來說 一個Java的執行環境呢 應該只有一種 我們長久以來 OK 那只有這麼一種呢 我們就是會需要自己去做一些 額外的調教 額外的設定 好 那這個對嵌入式系統來說 是完全不夠的 OK 以一個Headless的系統來說 也就是沒有畫面啊 它簡單的在做一些偵測 它需要那些Java FX 或者是Swing的API幹什麼 它的執行環境等等 OK 那個是完全沒有用到 OK 所以呢 Java 8在提出來的時候 特別針對 這樣的一個架構呢 遷入式的系統架構呢 幫我們設計了一個Custom的JRE 那這個Custom的JRE呢 在往常的概念呢 好 可能是經由Java來幫我們 切割好你適合的JRE 讓你自己去挑 OK 在以往的觀念 可是這邊呢 是完全經由開發人員 來去決定你的JRE 需要多少東西 好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好 所以呢 我們這邊會有分為 以Custom的JRE來說 Java 8在Java 8的SE Embedded 它提供基本的三種 基本的三種 那當然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為 最白話的叫做大中小 OK 以容量來說啦 包含了API 包含了執行環境 好 那而且呢 開發人員可以根據自己的 應用程式的環境 完全去打造自己需要的東西 好 完全去打造自己的JRE OK 好 所以這邊呢 就會變得非常的客製化 因為在Embedded的系統來說呢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客製化的概念 OK 不管在硬體或軟體上 那我們的軟體呢 在軟體這一層 一定要去骨核Embedded的這種特性 不然的話呢 你永遠沒有辦法 進入這一塊的領域 OK 所以在Java 8 這幾個最重要的特性呢 其實就讓整個情況就改變了 OK 好 所以我們大概認識以後 那Java ME Embedded的吧 OK OK 那Java ME 所謂我們一般口語化講法叫什麼 微型版 一直以來 我都覺得它是一個滿神奇的產品 OK 就是說一直以來有變化 因為想當初人家也紅過啦 OK 也紅過一陣子 可是到目前為止呢 看得出來 在Java這邊的 整個方向的決定上 它把Java ME是整個導向遷入式這一塊 OK 好 那Java ME對我們之前的概念 比方說早期 有可能我們還停在那個什麼 什麼貪吃蛇的年代啊 那個已經沒有了 OK 以目前來說 那如果現在呢 Java ME在Embedded 8的部分呢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個 它是只有支援headless的 headless的Embedded System 就是不包含畫面 或者一些操作裝置 它就非常的合適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利用 Java ME Embedded 8 來做一個這個 好 這個遷入式系統的一個設計 好 那這個是MV8的部分 好 我每次要移掉它 還是沒有移 我們就不特別看 好不好 像這種架構圖 好 那大概Java的技術 認識以後 如果我們採用Java遷入式的平台 開發了Java的應用程式以後 我們要在哪裡執行 OK 那如果你還是放在電腦執行 那當然應該不叫遷入式 OK齁 好 那當然應該可以在一些 特殊的裝置執行 OK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會來開始呢 進入介紹一下說 所謂的Resperity Pi 好 那Resperity Pi呢 是一個跟信用卡大小 大概一樣的單板電腦 其實呢 雖然小 可是概念上 它其實應該可以講說 就是一台電腦 它也有CPU 也有記憶體 也有USB 到最新的版本 它甚至USB還提供四個Port 還比我的筆電還多 OK齁 所以呢 那其他還可以接的 外接VGA 還不用轉接頭喔 直接就接到VGA OK齁 但是概念上它就是一台電腦 就是一台電腦的概念 那另外像WiFi的這個網卡啦 像鍵盤啦等等 那當然都OK齁 那它執行的呢 是Linux的作業系統 裡面呢 是ARM的中央處理器 OK 那主要那這樣子的電腦 我們當然不會拿它來 打一些這個 我們平常的這個日常的這種 生活工作的東西嘛齁 寫寫程式啊 在上面寫程式 我指的是齁 開個Round Eclipse 然後寫程式啦齁 我們不會去做到事齁 那你也不會在上面打簡報啊等等 齁 基本上 好 那主要呢 其實是我們最後一個 就是要去跟外界做一個溝通 什麼叫跟外界做一個溝通呢 同樣是一個電腦 我們的個人電腦呢 好 跟外界溝通 就是用USB 接接滑鼠 接接鍵盤 各式各樣的 可能webcam等等 各式各樣的裝置嘛齁 可是你要去控制我們的家電 或者是你要去讀取我們一些 包括溫度啦 濕度啦 氣溫啦 光線啦 等等等的一些 感測裝置的時候 我們個人電腦 不是做不到齁齁 那在早期的話 通常個人電腦要去 插一些所謂的特別的介面卡 OK齁齁 那再從介面卡接出來 那Resplipi這種開發板 我們這種所謂的單板電腦 最大的差異呢 它在板子上會有一些呢 OK 這個所謂的GPIO的針腳 可以讓我們接出來 去做一些跟外界溝通的這種工作 那這邊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Resplipi出現到現在其實 不算久啦 不算久 是一個非常年輕的 可是已經成一個家族了 所以已經有好幾代的產品了 已經有好幾代產品 好 那可是我們也不要把齁 這種一般的產品更新的概念 套用在Resplipi 其實我們一般來說 比方說像我們常在用的那種電話 它每出一台新的都會告訴你說 我比前面快了多少倍啦等等之類的 讓你就好想買齁 其實Resplipi的概念不是 它一直在炒更便宜 OK 那還有更穩定 還有體積更小的這樣的目的在走 那CPU其實一直沒有改善 CPU的速度啦 運作時脈啦等等 OK 以它的工作來講 直到前一陣子去年 去年的時候呢 好 才CPU有快一點 記憶體有多給你一點 多給你一點指的是 多給了512MB GIGA OK 它還是要算Mega 不是GIGA 所以說像這種單板電腦 好 所以呢 我們這邊一直到最近 最近 上個月的事而已 上個月的事而已 有出了一個發表 一個Resplipi Zero 好 乍看之下沒什麼特別的 可是它的體積只有6.5x3公分 那這樣的東西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在這個單板電腦上面 你可以去學Java的應用程式 然後呢 你可以用你學過的Java程式語言 然後呢 你還可以在程式語言裡面 去控制外面的世界 各式各樣的裝置 讀取各式各樣的裝置 輸出進來的資料 那甚至呢 連線網路等等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拿它來做什麼 OK齁 我們這個問題可以稍微想一下 好 有時候有點難 沒關係 好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開始 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囉 我們可以拿這樣的電腦 來做什麼東西了 OK齁 好 所以呢這邊 像這種開啪板的電腦呢 其實RespiritPi不是唯一的 好 不是唯一的齁 好 那像我們在這個畫面上看到的 什麼QB Ball啦 Bickle Ball 有分為動物類的啦 還有水果類的啦 都有齁 好 那這種我會稍微稱為說 一種講法叫什麼 類RespiritPi的板子 OK齁 好 那其實呢 RespiritPi現在是目前 像這種單板電腦 有支援最多 還有呢 使用量最大的一種開啪板 OK 那所以呢 我們大事實上 我們Java的技術選擇 在RespiritPi這邊的支援度 也是最高的 好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認識一下 好 那剛剛我有請大家想一個問題 OK齁 當然你只把你的 你的概念放在單板電腦上 當然是很難去想像你能夠做什麼的 OK齁 好 所以呢我們畫面上 我們畫面上齁 沒關係 一般的軟體工程師 是比較不會去碰到這些東西啦 沒關係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包括從NFC的感應器 一些簡單的顯示器 LED 各式各樣處理各種工作的 IC的晶片 還有一些搖桿啦 感應器啦 馬達啦 OK齁 好溫溼溼溼度的感應器等等 他們都可以連接到你的RespiritPi 或者是我們剛剛介紹過的開發板 好 然後我們在這個開發板上面 把程式寫好以後啟動起來 就可以去控制跟讀取這些各種裝置的 這些各種資訊 還有請他們去做一些事情 OK齁 所以呢你要搭配這些東西 他有辦法去做一些連搖 OK齁 好 所以這邊當然單單一個開發板 是比較不好想像 好 我們稍微有 我們剛剛稍微有提到 有沒有 Java其實在Java SE7的時候 在嵌入是 其實已經是很成熟的一個架構了 OK齁 好 那我們在畫面上看到的呢 左邊這一台怪怪的裝飾 其實是一個樂高的Mastone EV3的產品 OK齁 那這個就是 好 我就直接這樣講 它就是一個玩具啦 好不好齁 就在大家的心目中 它就是一個玩具齁 可是呢 它有馬達 有偵測器 有感應器 那它甚至可以感應什麼 顏色啦等等等 各式各樣的一種質詢都可以 那有馬達你可以控制它轉動 那看你怎麼樣把它裝起來 好 其實這一套所謂的EV3呢 它提供的也是一些積木的概念 OK齁 你可以自己組裝成各式各樣的機器人 車子啦等等 OK齁 那整個呢 在包括我們用Java應用程式 OK 還有呢 Respirit Pi 整個搭配起來 我們就看看大概可以做什麼事情吧 好 那這個是一個 我自己做起來的一個Demo用的專案 包括EV3裡面的Java應用程式 還有Respirit Pi裡面的Java應用程式 還有Android裡面的應用程式 OK 好 那我們這邊呢就可以在Respirit Pi裡面 好 那裝一個NFC的Reader感應器 那這台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台EV3喔 OK 那這邊是有一個格子 這個格子喔 好 那這個 會準備做一個什麼示範喔 這個就我們想像一下說 自動的停車系統 如果有一部大人家真的大到喔 他停好車可能要走大概500公尺才能回到家 你會希望在門口 OK齁 好 就簡單感應一下 感應卡片 就讓車子自己停過去了 OK 那要出門的時候呢 也很方便喔 好 簡單手機按一下 車子就自己跑出來 OK齁 像類似這樣的概念喔 好 所以我們這邊那一會呢 欸這個影片喔 影片介紹 好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稍微 簡單看一下這個影片的片段 好 那我們要停車的時候 OK 我們就把這個APP開起來 好 再NFC感應一下 好 那車子指的是這台EV3 好不好 我們想像一下 這要稍微有點想像力 好 他就自動的幫我們停到這個位置裡面去囉 OK齁 好 那 一般還是用倒車入庫啦 所以這邊還是他就倒著進去了 好 那你要出門 要出門 好 那就 把你的APP開起來 OK齁 好 那我們這邊有請一個臨時演員 他是擔任那個障礙物 OK 好 那現在要出門的時候呢 好 你就APP拿起來 好 在畫面上點一下 OK 然後呢 車子應該就要自動開出來了 OK 那當然有時候危險嘛 小孩子在車上玩 你也不能把它壓過去啊 對不對 所以EV3上面的感應器 就是要幫我們感應到 也會在APP裡面通知我們 那我們就去排除掉 OK 那排除以後呢 沒有障礙物了 他在自己慢慢開出來 開到定位以後呢 OK 好 我們的APP 也會收到通知 好 這個時候你再從沙發上起來 去開車就好了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感覺 OK 好 那這個在過程當中呢 其實 在 我會 我有時候 我很喜歡這樣講 講這種話 其實Java程式員真的還滿 不是在這個場合才這樣講 其實Java程式員還滿划算的 我們很難想像 這邊全部都是單一程式員做起來 OK 這三種裝置 這三種裝置 他們彼此在溝通呢 也是用種單一的技術 用Java技術在做 所以呢 OK 其實Java程式員真的很划算 希望大家不要變心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OK 好 那這邊比較 好 那當然離那個 實際上停車差很遠 OK 那這個當然距離 以目前的來講 我們就是純粹做一個示範 好 比較實際上的應用呢 這是我自己做的一個專案 也包括 也在一本書的內容裡面 OK 好 假設說現在的網路點餐 其實還滿方便的 好 我們在手機裡面 提供一個APP 就畫面開起來 那個圖片上面 都非常美味的呢 這個食物啊 我們把它點過以後 好 那點完以後呢 我們人要到餐廳去取餐的時候 好 大概就是這種四個漫畫 好 第二個 我們到櫃台改印一下 以現在的 enjoy平台的 行動裝置來講 對NFC的資源都是非常棒的 非常完整 那感應到以後呢 我們在櫃台的這個NFC OK 目前這個當然不是沒有的東西 以目前這個運作來講 其實我們大概像 摩開頭啦 有一間素食店都有類似這樣的東西了 好 可是我們在這邊 可以簡單的透過一個 Risperity Pie 接上NFC以後 像我們剛剛在影片裡面 感應要停車的都有了 好 這是完全沒問題 它可以接收到這個訂單 這個使用者在手機上面 訂單的訂單編號 那馬上就傳送到餐廳內部的系統 OK 那廚房呢 也會在畫面上 第三個 第三個 也會在畫面上接收到它點餐的內容 好 在畫面上就顯示出來了 好 那這邊就可以呢 廚師就趕快去做準備的動作囉 OK 那最後它就可以簡單的領回去 好 所以這邊就大概是 我們剛剛一個運作的架構 OK 好 那所謂的線上點餐 我們可以利用簡單的 HTTP的通訊協定 OK 讓接收使用者的點餐資料 還有Response 這個訂單的編號 確認的編碼 等等 好 然後呢 在櫃台這邊 櫃台這邊 我們可以在這個點餐的APP裡面呢 它準備要取餐了 它進入這個功能畫面以後 只要在這個NFC改印上面改定一下 好 我們的整個餐廳的系統 都可以接收到說 某一張訂單 某一個客戶 他準備要來領餐了 OK 我們餐廳等等其他的這個裝置 都可以接收到相關的訊息 做一個對應的準備 好 那包括呢 好 這一頁差不多啦 不過我們就是大概 焦點是集中在什麼 這個第二個 像這種所謂的得來術 越來越常見了 那同樣的 在家裡點好餐以後 好 你到餐廳 到素食店的門口 好 同樣呢 是用你的手機感應一下 那 利用Reciperi Pilot等等 去控制一些電機的設備 幫你把入口的柵欄升起來 OK 那讓你可以進去 好 那進去以後呢 繞個一圈出來 餐點 等好了 點好了 就可以領走 好就可以回家享用 像類似這樣的一個系統來說呢 在網頁應用程式的部分 還有Android應用程式的部分 當然不稀奇 一點也不稀奇 可是我們如果把Reciperi 跟Java簽入式加進來的時候 我們同樣可以用單一的程式語言 把這整套系統全部建立起來 OK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目前呢 OK 這個是我一個實際的一個專案的東西 好 那接下來呢 後面 後面 我們會比較在這一段呢 再介紹一個所謂的 N2M的Protocol 現在的技術呢 是 講個成語 百家真名 誰也不輸誰 然後呢 誰也不讓誰 這當然也一定 OK 好 那其實呢 在開放平台的方面 OK 有一種叫做MQTT 它其實已經是成為這個標準了 OK 好 那在 物聯網的概念之下 我們剛剛有提到很多 你會在窗戶 簡單的裝一個非常小型的裝置 運作呢 非常小型的程式 實行什麼 感應窗戶有沒有被打開之類的動作 OK 好 那它感應到以後呢 要送給誰 好 可能是一台伺服器 可能是某一個中繼的裝置 OK 那這個所謂的傳送 在原有的HTTP的架構下 太沉重了 太沉重了 因為我們HTTP是設計用來做什麼 我們一般的TGPIE的網路的應用 對不對 那像這種可能需要量非常大 可是我的資訊 卻是非常簡單的 比方說 像我剛剛講 窗戶開過關 好 頂多就是0跟1嘛 像這麼簡單的資訊呢 好 我們在HTTP上面 就透過傳輸 有一點浪費了 所以呢 慢慢的會有這樣所謂的 IoT的這種通訊協定出現 所以呢 MQTT這兩端話是摘入於 這個觀眾網站的說詞 好 那我稍微說明一下 它就是為了M2M 機器對機器 不是人對機器喔 OK 還有IoT所發展出來的一種 簡單型的通訊協定 那它呢 是用到極簡化 這樣的形容詞來去形容它 而且呢 是一種所謂的Publish跟Subscribe 訂閱 OK 跟發布的這種通訊協定呢 整個訊息的這種傳輸呢 整個把它給建立起來 好 所以呢 在這樣的架構下 這樣架構下 好 那各式各樣的裝置 比方說我們回到家 門打開了 門打開了 你會希望哪一些裝置 接收到相關的訊息 控制電燈的 OK嗎 電燈要幫我們打開囉 假設是晚上的時候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冷氣 假設氣溫到一定高度的時候 OK 好 冷氣自動空調幫我們打開 等等 OK 那有一些裝置其實 它是不用管你有沒有到家的 比方像我剛剛講 好 偵測 偵測你的大門啊 你的窗戶啊 某個這個小窗戶 有沒有被打開 被切入的情況 其實那個是不用 你不管在家不在家 它都不用接收的喔 OK喔 所以呢 一般的通訊協定呢 我可以 在處理上 我們利用這種所謂的 這個訂閱啦 跟這個發送的這種機制呢 OK 就非常的合適喔 在我們這個 物聯網上面做一些應用 好 那這個待會我會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好 那這邊有一個應用 有一個應用 就是簡易的家庭智慧這個系統 OK 好 真的非常簡易 就是你會看到我們 我前面桌上 就是一個非常小的家 OK 待會用來做demo 好 那我們講說 左衛的簡易的這種智慧家庭 最簡單最直覺的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手機上面 去控制家裡的電器 好 控制家裡的電器 OK 包括電燈啦 咖啡機啦等等 好 然後呢 好 在裝了一些感應器以後 OK 如果呢 我們的門有被打開了啦 OK 他也會在手機上面去得到 收到一些通知 好 所以這邊呢 我們就利用這種 MQTT的這種架後 非常的合適來 做這樣的設計 好 那這邊呢 包括一個遠端的控制 包括一個遠端的控制 好 那這個遠端的控制呢 我們可以透過搭配APP的設計 好 讓使用者直接去控制呢 包含像我們家裡一般的電燈啦 一般的馬達啦 咖啡機啦 等等 透過一些其他包含 計電器啦 等等一些控制呢 可以去控制我們這種交流電的 這種電器啦 等等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OK 好 就在做遠端控制上 那在遠端的控制上呢 是經由 經由我們的手機去發布一個 發布一個訊息 發布一個message 那在我們的MQTT的伺服器 其實是把它稱為叫broker啦 好吧 好 那這個MQTT的伺服器呢 接收到這個訊息以後 好 有需要跟它這個訂閱的 訂閱的裝置 好 就會接收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好 去執行一些相關的開跟關的工作 OK 這是在遠端遙控上 好 那這個待會兒我們會看到一個實際的畫面 OK 你可以直接把它設定起來 好 那這種所謂的remote listener 做一些監控 好 那我們就怎麼樣叫監控 包括有沒有偵測到人體 有人靠近 靠近不開靠近的地方啦 好我們在洗澡前呢 把開關打開一下 對不對 附近應該不會有人出現的喔 包括在窗戶啦等等 好 那其他像包括 溫濕度的感應器 OK 好 那可以再偵測我們花盆啦 濕度啦 是不是夠啦 是不是該澆水了 還有瓦斯啦 一些不好的氣體啦 等等 OK 好 那包括在門窗上面 可能目前的防盜系統 很常用的一種所謂的磁房的感應器啦 等等 那個非常穩定 非常便宜 OK 好 這又很好用 好 都可以來幫我們簡單的去打造一個 可以喔 像這種 這個遠端監控的環境 那同樣的呢 在裝置上連接好以後 好 當它被觸發的時候 當它被觸發的時候 它也是經由MQTT呢 OK 可以發送我們需要的訊息呢 給我們的APP做一個接收 好 所以這邊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好 如果 如果某一個裝置 某一個連接的設備 它的開關被觸發了 好 不該被打開的窗戶被打開之類的 好 它同樣會發送一個 發送一個訊息出來 好 那有執行這個訂閱的裝置 就可以接收到這些訊息 OK 好 那這個是呢 相關的 相關的一些畫面 好 我們就大致上呢 好 可以把它認識起來 好 所以這次一些 我們這個待會會實際來做一個demo OK 好 那我來這邊 OK 我會留多一點點時間 實際來做一個示範 OK 好 那這邊呢 OK 首先我會先稍微 來 稍微跟大家提一下一個東西 好 那這個是在你 這個就是我桌面上實際的畫面 好 我是接一個webcam webcam 所以你待會可以不用說 看我桌子上的畫面 我會直接在廣播 這個投影畫面上把它顯示出來 好 那這邊呢 我在這個樂高的小房子裡面呢 裝了四個燈 四個燈 還有呢 兩個感應器 兩個感應器 好 那我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稍微先簡單測一下 OK 那包括我們講說 所謂的Java 嵌入式應用程式 長什麼樣子啊 還是Java程式啦 好不好 不會太奇怪 不會太奇怪 甚至比我們的Subject 都還正常一點 還像一個一般的Java應用程式 好不好 那差異在於呢 我們會去用到一些 控制硬體的相關的API 好 其他的通通都是一樣的 其他通通都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可以來簡單的來看這個 這個範例 好 那這個範例呢 我們就稍微的 OK 把一個控制GPIO GPIO針腳的一個物件呢 OK 把它給建立起來 建立起來 那它的編號呢 是接在 好 這個針腳有一堆嘛 對不對 接在哪個針腳 好 那我這邊簡單的用一個回圈 用個回圈 好 要讓這個LED燈亮起來 OK 還好 setState 設定它的狀態 把它帶入True 好 要讓這個LED燈呢 好 這個熄滅 好 關閉的話 把它設為False 好 那當然呢這個程式呢 好 那目前呢 在開發這種應用程式 我們有個直覺喔 就是把它寫好 包裝好 丟到RespiriPi裡面 去做執行嘛 OK 那以目前來說呢 好 NetBeans 對於這種遠端開發環境的資源 是稍微好一點點的 在各種開發工具 好 那我稍微示範一下囉 好 我們可以呢 在NetBeans裡面 透過這個工具的設定 設定一個遠端的開發環境 誌可能比較小 我稍微說明一下 好 包括設定 這個遠端的機器 是在哪一台 好 那22 走SS去啦 OK 好 那帳號跟密碼 還有遠端環境呢 好 它的執行的 好 執行的這個 好 JRE的位置 等等 相關都把它設定好 那設定好以後呢 非常的簡單 我只要去執行它 好 我只要去執行它 好 那我們稍微 好 看一下囉 好 這邊就馬上透過我網路的傳輸呢 把這個程式傳輸到RESPAY裡拍 然後呢 把它啟動起來 OK 好 左上角的那個格樓 好 電燈就開始按了 就開始閃爍了 OK 好 那這邊就是透過呢 左上角我那個格樓的LED燈 是透過這個控制 那你想說 沒事在家裡放一個LED燈亮起來 還要做什麼 不會啦 基本上還好 好 等你可以控制LED燈以後 對不對 你可以控制的東西可多了 OK 好 你想像得到的電燈 咖啡機 台燈 所有的 電器 都可以再延伸出去 好 那比方說呢 好 我可以稍微 好 我把這邊換一下 好 我換這個二號 好 二號的針腳 好 二號的針腳 其他的我不動 其他我不動 好 我同樣呢 再把它執行起來 好 那這邊就是透過Netflix這種開發方式 好 就是 左邊下面的燈就會開始做一個閃爍 那閃爍的次數跟時間 是一樣的 OK 好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把這個做起來 好 那這邊呢 這個是在我們開發過程 開發過程上 利用做的一些東西 好 那最後 就剛剛我講的 這種手機的APP 跟這種開發環境 來 我稍微整個再測試一下 不然這邊簡單的三行程式 RUN一RUN 這個會被罵 所以還好 稍微示範一下 好 那以目前我們看到這個畫面來說 OK 好 那我在畫面上呢 我是現在是把我的手機的畫面 直接放在你們的右側 所以這個是我手機畫面直接的 一個寫好的APP 一個寫好的APP 好 那我們可以直接透過網路的傳輸 那走的是MQTT的通訊限定 OK 那我在畫面上超過的時候 OK 好 對應的 對應的 我們把它設定好以後 好 兩側的閣樓 你可以隨時去控制它的開關 控制它的開關 OK 好 那我這邊就一次先把它關起來 好 所以這個是在我直接在手機上面的畫面 可以直接去做這種控制 就是右側這邊 好 那當然這邊呢 可以做這個我們剛剛講的所謂的remote control 就可以去做一個控制囉 OK 好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 另外還有一個 好 我把它畫面切過來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一個所謂的 我把它稱為叫遠端的監控 遠端的監控 好 那這個遠端監控 你要不要走一下 OK 好 那我在門上面 我先說明一下 好 我在門上面呢 簡單的裝了一個所謂的磁黃的感應器 磁黃的感應器 好 那搭配呢 門上面的磁鐵 好 去做一個感應 只要門被打開 我們就會接受到訊號 那另外一個呢 是霍爾的感應器 也是在做一個磁性感應的 OK 那兩種呢都OK 那其實 兩種應用都有啦 好 不太一樣 那我這邊是把它整個做起來 好 那我稍微示範一下囉 那你可以其實 那是畫面 那我把門打開的時候 好 其實這邊 大家會把門搜到去 然後呢 在這個通知 通知這邊 欸 對不起 太多了 好 通知這邊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呢 你的大門 右邊的大門 已經被開起來了 好 這個是整個APP的一個設計 好 在這邊 好 當然你可以 畫面狀態 好 那你可以 當我把門鑽起來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到它的狀態 就會這樣 好 那就是另外一邊的 另外一邊的 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你可以注意到 左邊的門呢 你會被 接受到訊號 它關閉的時候 好 你會有這樣的狀態 好 那像這樣的概念呢 OK 我們幾乎可以說 好 在我們 學Java程式 就我一開始 提到的 我們其實不會去想到這樣的 做這樣的事 以Java的程式開發人員來講 長期接觸 好 我們用Java寫寫 各式各樣的東西 都不覺得奇怪 好 我們就不會去想要做這些事情 OK 好 那所以呢 其實在我們這邊呢 OK 在這個Rage QueryPi上面 運作的程式 在Rage QueryPi上面 運作的程式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好 其實非常簡單的 倒是這個APP 我還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去寫它 幾乎是五六倍的時間去寫它 所以呢 當然 我們在對Java的應用程式 如果我們程式員是OK的 沒有問題的時候 OK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包括一些 基本的 類別啦 等等 幾個應用程式 三萬用程式 都不會太長 也不會太複雜 因為呢 嵌入式的 系統 做的事情 本身其實 就不會太複雜啦 就算是像要建立一個這樣的一個 像這種 簡易的智慧家庭的系統 OK 那像這樣不同的 多個 多個裝置 整個透過MQTT連結起來以後 好 我們相信說 除了啦 好 我們這個爸爸媽媽上班 用Java寫程式賺錢以外 回家也稍微可以 幫家裡做一些事 OK 寫寫這些簡易的東西 好 可以把自己的家裡 稍微做得 比較稍微智慧一點 這是一個這樣的想法 也是OK的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呢 我這邊呢 我這邊呢 在這邊做了一個介紹 給你一個示範 好 所以這邊呢 也感謝 這邊太陽剛好下山 所以整個畫面的呈現 都還算清楚 好 好 所以這邊 非常謝謝大家 好 那最後呢 OK 我再 稍微 跟大家提一下就可以了 包括我在 過程當中 示範的那個 智慧停車系統 OK 好 我把名字取得好聽一點 就要智慧停車系統的示範 包含EV3的應用程式 包含這個Android的APP 還有呢 Respraypad裡面的Java的 Cannels的應用程式 我都完全公開在GIT Hub OK 那當然我特別提醒一下 EV3的應用程式的話 首先你要有一台EV3才能Run 好不好 OK 那台 大概在五位數以上 OK 這個蠻貴的玩具 好 然後呢 另外一個PiCommander PiCommander 我剛剛在畫面上示範的 OK 就是我在 包含這個Android的APP 這種遠端控制 跟這個監控的這個APP 還有呢 現在就是在這個Respraypad裡面 運作搭配的應用程式呢 我同樣也 包含原始碼 全部公開在這個GIT Hub上面 那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 比較稍微 有娛樂性一點的 我也有公開一個 像那個 藍牙的遙控車 視訊遙控車 因為呢 好 我們也聽得夠多了 怎麼樣 藍牙視訊遙控車 用各式各樣的PiCommander 來做 都是用什麼 都用拍送鞋 都用拍送鞋 Driva也可以喔 好不好 這有點意氣之爭了 我本來是不打算做的 就是大家一天到晚 在看大家用PiComm 做什麼 做遙控車嘛 對 我們用Driva做一個 完全沒有問題的 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 只不過 我本來今天想帶 被我老婆一腳踩壞了 沒關係 都有相關的影片 你都可以在GIT Hub上面 不管是Demo 說明 還有所有的原始程式 我都公開在上面 OK 好 那我今天到這邊結束囉 OK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再稍微聊一下就可以了 好 謝謝大家